哈喽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我可以讲我非常的兴奋 因为我看到了这个第四代的 Vios 纯赛车版本 它不只是外观设计而已哦 整辆车真的是纯赛道化的设定 你想看下来的吗 在这个周末 Toyota Gazoo Racing 就在这个Sepang赛道举办 入场免费 想要看可以过来看 还有在我们的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 分享一下哦 我如果是普通第四代的 Vios 原厂讲它的这个车身离地高度是138mm 可是哦 这辆赛车版你知道吗 它的离地高度 你看 只有一个拳头这样子吧 它比原装的这个 Vios 更低 也就是讲它压低车身过后 它的这个操控表现更好 而且低车身过后 有没有发现这辆车整个外观设计 是非常非常的帅气的 然后哦 真的是一滴遮三丑 可是一个Bump 就回所有 如果这样的离地高度的车子哦 在一般的道路上面架啊 你有Bump 的话可能真的会磨到 不过不用紧 帅就完事了 还有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这种赛车都会有这个东西 你知道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吗 其实它是锁着这个前面的引擎盖的 因为在赛车的时候你速度快 如果是讲可能发生一些意外什么 这个会弹起来 这个就是稳定这个引擎盖的装置 你要打开引擎盖 你必须把这个拉掉才开得起 其实这个有点算是安全装置啦 如果讲车子要下赛道的话哦 它不只是压低而已 你可以看到这边 它的这个Suspension哦 是这种高压 大家知道高压就是那个脚压 它可以挑这个Suspension的高低的 而且它非常非常的硬 在你Pack 1的时候 它可以给你一个很好的支撑性 不过代价就是比较贪调点啊 然后这个轮圈 15寸的轮圈 你不要看它只是15寸 但是几千块一套 因为它是真正的轻量化轮胎 然后它配的轮胎是这个Toyot PR1 完全就是TRACK SETTING 然后我们看一下车尾 车尾也是有个地方要告诉大家 我刚才有问了这个原厂的这个技师呢 他们讲这一辆车呢 的Engine Tuning是没有差别的 跟原装车一样 就是106PS跟138Nm 可是他们为了这辆车在赛道的时候 表现更好 引擎散热更快 然后排气更顺畅 他们呢更改了这个车的Adraust 系统 所以这个车的Adraust 跟一般的Vios 不一样 也就是这样 如果这辆车跟普通的Vios 在跑的话 这辆车是硬定的 而且讲真的 这辆车在START的时候 它的声音还很好听一下的 这辆车内装哦 它完全就是纯塞道化的设定 没有用的东西 它全部拆到完了 可以看连这个天花板都没有 然后取而代之的是这个 防滚龙 这个防滚龙呢 是为了塞车的时候 如果真的车子发生什么意外 它可以保护车里面驾驶员的安全 哇老 这个真的是很难做耶 看到吗 这个就是坐进去的感受 它是有着一个 Alcantara 的方向盘 然后还有 Paddle Shift 哦 虽然刚才我有讲到 这个 Engine 设定 跟普通版本的车型 是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是它的这个 ECU 其实还是有一点点调教啦 虽然讲马力维持一样 可是整体的 Resp1 都不一样 它是专门有一个 Gazoo Racing 专用的 这个 ECU Tuning 下去 然后其实它的一切系统 完全都不一样了 然后这个 Paddle Shift 的声音非常好听 大家听一下 不过这辆车配备的还是这个 CVT 的变速箱啦 因为这辆车是给这个 Promotional Class 也就是一人主驾的 然后在明年呢 他们就会推借这个手排版本的 给专业车手驾 所以呢 这辆车的 Tuning 加上手排 其实这辆车真的可以非常的快 然后你可以看到哦 它这边是一个赛车同意 真的赛车同意 然后它的安全态是 Six Point 的 也就是你坐下去的话 它会整个包住你的身体 就算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它可以维持你在一个安全的位置 所以 这辆车真的是引到一个程度 大家看到我后面的这个 Vios 的 Test Car 了吗 现在我们就要加这个赛道版的 Vios 下去跑 而且这个版本是 Five Speed Manual 的 因为这个是 Test Car 的关系 所以我们只可以加到 60 左右 这辆车的这个操控真的不是一般的 Vios 可以比的 它真的是整个动作真的是超流利 而且重点是这个动力表现也不是普通的 Vios 可以比的 所以 他们讲这个 车的这个引擎动力没有调整过 我真的是不信 看到吗 我在静观这个动作 基本上没有什么 Body Roll 而且它可以支撑我 这样子来转 我肯定如果今天你是一个 Vios 车主的话 你肯定不会想到这个 Vios 可以有这样好的 Handling 跟这样好的赛道表现 所以怪不得他们每次这个 Vios 的挑战赛 这个 Vios 的这个速度都可以那么快 可惜我们这种一般的消费者是买不到的 不然买得到一台的话 这个操控表现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挨的 太好开了 真的 这个真的是有史以来我开到最好开的 Vios 而且要告诉大家哦 这个是这个 传说中的这个 3.75 的 Vios 这个还不是那一个第四代的 如果是第四代的话 我相信它的表现应该会更好 好啦 现在我们试驾玩这个 Vios 这个 Vios 的赛车版真的是非常的爽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你是不是想来看 告诉你在这边 Serbang 这个 TGR 正在举行中 入场是免费的 如果你担心来这边只是看赛车很无聊的话 其实这边还有别的活动 走 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还有什么活动可以参加 如果你看完了赛车 你的小孩子还是你老婆觉得无聊的话 这边有个舞台 舞台上面会有定期 会有表演 然后这边还有很多的这种小商铺 我跟大家讲 Motorista 的那个档子一定要去看一下 因为他们的那个 Rim 真的是太好看了 除了那些 Merchandise 那些东西之外 还有车可以看 这边是这个 GR Garage 所有 GR 的 Model 都有 像是这个 GR Corolla GR Supra 的 Manual 版本 GR 86 GR Supra 的 Auto 版本 还有 GR Yaris 这里面我最喜欢的是 GR Corolla 你最喜欢哪一款 影片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当然这边还有一些可以适合人家大小的活动 例如讲很多人玩的赛车仪 还有这个脚踏车 你要参加哪一个都可以 如果讲你逛着 Merchandise 你看车 玩活动 玩饿了 玩渴了 这边也有很多食物可以让你选择 真的是应有应有 你要吃什么都有 看到吗 这个赛车手已经准备上场了 我要去看比赛了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为止 大家记得哦 这个赛季的比赛 这个 Weekend 是最后一场 所以你想要参与这个赛事 看谁拿冠军的话 记得要在这个周末来到这个雪方赛道 入场免费 记得一定要来哦 好啦 以上我们的影片就到此为止 记得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